也是有跟到三級片的班 也是出入影帶的那種 然後我也沒交過男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出 我就已經出到喉嚨都好乾 我已經快要乾死了 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我旁邊坐在旁邊的 你那位同學就一直這樣 再多一點 猛獲多一點 要打鬥的時候 其實聽起來也蠻 真的好笑 哈囉哈囉 這CELAPHOVA打網球 對… 請問各位有沒有配過A片 有嗎 沒有啦 不完全配 有啊 有 幾乎都有吧 尤其我們那個年代 要配合 那時候我才剛剛畢業 所以我進錄音室的時候 還未經人事就讓妳大 對 什麼都不准 那怎麼去揣摩嘛 所以那怎麼辦 所以我第一次 我光看到那個畫面我就哭了 我就跟那個領班說 看到認識的朋友 還是看到前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不是啊 對 我就說 我沒辦法錄 我要 我就出來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 沒關係 沒關係 道德勸說 氣聲呢 肚子痛 可是我們用肚子痛 根本不像 我們錄起來真的很像肚子痛 這樣嗎 我就是有一次錄的時候 錄那個氣聲 錄到一半 然後湘北就跟我講說 小菊妳在肚子痛嗎 我真的覺得妳在肚子痛 因為妳真的是用肚子痛的聲音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都骨灰 可是我們相反 我們反而是現在 錄痛的聲音都會被說 怎麼聽起來好像不太對 對 我之前配過那個迅龍高手 然後他們要打鬥 小哥哥 對 小哥哥 要打鬥的時候 其實聽起來也滿 滿怪的對不對 對 真的好笑喔 好… 對… 請支援修飲 這不就是 全聯… 對啊 請支援修飲 常常聽到這句話 對…這一句 請支援 他們金口一開就會鬧出烏龍笑話 真的嗎 來… 請問笑話呢 憲哥有嗎… 曾經有 配過那種情色片 R片 我們不要講說到A片這麼露骨的 那種R片 A片對白反而少 對啊 你說R片劇情 情色片它是有劇情的劇 有啦 它有劇情 對 它還是要有對白的 對… 對不對 例如 情定北韓之類的 白雲哥 是那種 因為那個是沒有上院線的 對 那個時候有發行錄影帶 隨便他演 對 我們那時候也有配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 配這個東西也覺得是有點 臉紅心跳的 到開始要那個 戲裡面的人開始要做的時候 男生就不用出聲音了 男生沒有在 有 或多或少 比較少 比較少 大部分是女生 因為重點在女生的聲音 對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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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什麼事 邊玩 就是那個女生在 女生在出聲音的時候 我會偷偷看她 就會覺得很奇怪 對 怎麼會出這種聲音 然後 然後女生就會 妳看我幹嘛 妳配你的嘛 妳看什麼看 沒有 這個工作當中 有時候也是找這種趣味 不是 這樣其實是不道德的 我剛開始跟班的時候 也是有跟到三級片的班 也是出入影帶的那種 是妳同學坐在我旁邊 嚇我一跳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剛畢業 然後 我也沒交過男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出 我就已經出到喉嚨都好乾 我已經快要乾死了 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我旁邊坐在旁邊的 妳那位同學就一直這樣 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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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 再給我一點 我已經換穿了 妳還我在多什麼 我以為她要妳看什麼 而且她也配過鸚鵡 我是排在憲哥後面 縱橫兩岸的 妳是龍 我是鸚鵡 妳一格下是鳥王 什麼鸚鵡 妳當時配這個 為什麼選中 就是有一個遊戲 有一天有一個領班就跟我說 娃娃 妳用手機幫我試個鸚 就學鸚鵡講話 我就想說 很好玩啊 模仿動物講話很有趣 我就開始 你好 我是一隻鸚鵡 該不會 你配的就是傳說這種那一隻 是那一隻嗎 是嗎 我們很喜歡 我們很喜歡那一隻 並不是 但是希望他們下次可以找我 我是一隻很出名的鸚鵡 但是她那個是 會壓到這 對 傷喉嚨 會磨 對 結果那個公司 他們在對岸也試鷹 在台灣也試鷹 然後最後他們決定 把整個Case都拉去大陸做 所以全部用大陸的配音原配 但是他們在大陸 找不到一隻合適的鸚鵡 然後我們就回台灣來說 用妳的聲音 找我去錄鸚鵡 我說 我是走兩岸的一隻鸚鵡 因為兩岸只有學到我 什麼 需要妳這隻鸚鵡 開始錄半個小時之後 我就後悔了 因為我一共 它話非常多 我一共要錄五個小時 第一天錄三個小時 第二天錄兩個小時 然後三個小時 因為是遊戲 所以沒有劇情 它是有一個假設劇情 然後每一句有一 譬如說就是 我去買衣服 有沒有折扣 然後下一句就是 不行 幫我打八折 這樣子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 一直講 一直講 這樣講三個小時 好累喔 我錄到30分鐘我就 後悔 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學我 為什麼要用這種聲音試音 沒辦法 有些活就是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其實我們配音員出去講話 或者是逛街 很多人都覺得 你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好熟悉 對 在哪裡聽過 尤其是 我有錄一些銀行的提款機 就是請插入您的卡片 請輸入密碼 請插入紙鈔 對 然後就會有些朋友說 美甄姐 再多幾張 聽出來聲音 對 然後去買衣服 對 去買衣服也是 我就說 有一次看到衣服2000多塊 我覺得好貴 我就問那個店員說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他說不行 我說 那就沒辦法了 可以… 他說 OK 所以有的時候 還可以占到一點點小便 真的 你沒辦法 就是 來… 好棒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玩聲音 然後就覺得說自己聲音 應該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常常在講電話的時候 人家都會回頭看 好音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那個 比如說 我們去便利商店 他們就會說 請那個會員的電話 然後我就會直接跟他 08 00 00 123 然後就 什麼 中小姐 對 然後 也非常喜歡玩那一種那個 126號 請到2號會台 謝謝 對啊 髒話這部分 其實我們配音的時候 大部分會把一些聽起來 好像怪怪的字弊掉 就譬如說 雞跟巴結在一起 我們就會把它改掉這樣子 就是因為什麼什麼雞 然後把 那個字我們就會把它改掉 對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 雞幾把 這樣就很奇怪 就會把它改掉 但我有一次遇到一個是 真的沒辦法改 因為它就是名詞 專有名詞 就是日本的特色片 有那個岩神戰隊轟鷹者 然後因為他們不是都喜歡 紅 黃 藍 會接顏色 對 然後那一代剛好有金色 金色 所以他在變身的時候 就要喊 紅鷹金啊 對 那是金色嘛 紅鷹金 然後我在錄的時候 我就看到 因為不是我要喊 那是男生 不是我的台詞 可是我看到我就會一直笑 我就想到那個前輩就是錄這句話 一定會很好笑 對啊 會有畫面 有